在一个封闭的房间内聚集了社会中的各种人群 所有人的双手都被手铐锁住 他们是被选中参加一场死亡游戏的小白鼠 是因为这场游戏的主持人魅英 告诉所有人都被赋予了各种不同的超能力 但前提是只能在管理员下达的指令和规则下 享有自由 不要幻想有人会来救援 因为在场的人在外界都已经被判定起死亡 没有人会想要来救援死者 这是一个大叔很愤怒 想要上来教训魅英 殊不知下一秒 他就被魅英当场杀死 魅英借这个机会展示了他独有的超能力 把手可以变成大炮 杀鸡镜猴的做法让在场的人都安分了许多 所有魅英继续介绍规则 当手铐的红灯变成绿灯5秒后 手铐将不再限制超能力的使用 所有人必须进行生死搏斗 在这里 杀人不用受到惩罚 相反心卵可能会被人杀死 所有台上走出了一个起跑姐姐 介绍第一轮的游戏规则 一对一战斗 所有变态的众人来到单独的休息室 在房间内的桌上每个人都会收到一封信件 里面记载了个人被赋予的超能力 并且在这个房间 所有人都能尝试练习超能力的使用 并且也要思考接下来的战斗 该如何活下来 当蓝猪白柳看到自己的能力介绍后 他突然想到自己当时被拐来这里的情况 那是一天放学时 他突然被一个全身缠满绷带的怪物追杀 对方能轻而易举地把一辆汽车甩飞 速度力量都明显不如对方的白柳 将怪物引路到移动废机大楼 利用超高智商设下陷阱 成功将怪物杀死 拿在他松懈下来时 身体却被突然出现的魅影用大炮给管穿了 等他再醒来时 就是在这个鬼地方出现 之前身体的破碎也像没法成一般 所以对于魅影所说的在外界被判断死亡的情况 他是选择相信 没有人能来救他们 所以白柳也不得不打击精神 决定顺着管理员的腰脚走下去 而此时魅影也从情况室中看到了所有玩家的状态 于是他宣布第一计划的一对一战斗 正式开始 男主白柳被人带到一间教室 等待他的是一个拥有把数值变成剑的不良少年 武奇渊 在双方手铐变成绿色五秒后 战斗正式拉下 白柳发现武奇渊的能力并不简单 因为他手上的剑竟能切断任何物体 白柳不断躲闪 迟迟没有使用自身的找能力 随后白柳将武奇渊引到另一间黑暗的教室 武奇渊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自信 可白柳虽然一直躲避 却一点也不着急 反而不仅不慢地让武奇渊猜猜猜他的能力 期间还用教室的东西变出一些小把戏 武奇渊对白柳迟迟不用能力也感到懊恼 认为自己被人轻视了 然而 当他下一次进攻时 白柳却说自己的能力是把手变成大炮 武奇渊被这一句话给吓了一跳 因为当初拥有这个能力的魅音 可是强的离谱 当武奇渊相信了白柳的话后 白柳才缓缓掏出大炮 但他没有杀死武奇渊的想法 大家都是这场死亡游戏的受害者 于是故意射偏 而武奇渊也很实相地选择投降 在幕后观看比赛的魅音对白柳的胜利毫不意外 毕竟白柳的抽能力可是堪称无敌的存在 并不是把手变成大炮 而是名为鬼变家 只要让对方相信你有什么能力 你就能使用什么能力 这是为什么白柳迟迟不用能力的原因 他必须布局让武奇渊相信他的能力才能使用 虽然启动条件苛刻 但运用得当就犹如神异般 胜利后的白柳在回去房间的路上 遇到了一位金发女孩优理 优理马上也要参加一对一的战斗 和他的对手竟是一个变态到 见了他就脱裤子的猥琐 嫉妒大叔 只是一个照面 优理就被大叔锁喉困住 当疯狂嗅着他身上的香味 优理很痛苦很害怕 之前他的人生就充满痛苦 长相亮丽的母亲因为被父亲抛击后 欧兰就变成了一个交际花 在酒吧认识一个男人后 就把自己交给了他 欧兰多出一个没有血运关心的妹妹 但优理并没有把怨恨撒在这个陌生的妹妹身上 有多出伤痕 显然是那个新爸爸做的 但优理没有力量抗衡 决定打工攒钱带着妹妹逃离这个地方 计划很完美 就在优理准备攒够钱时 他却死了 原因是一天优理在街上 遇见了一个被人欺负的男孩 好心地他给男孩递了纸巾 结果 这个男孩竟是一个心理变态 他开始疯狂耕送优理 直到一次他站在天台准备自我了结时 优理正好看到这一幕 打算阻止 结果 却被男孩从楼上给带了下去 等他醒来也就来到这个鬼地方参加死亡游戏了 而抱着他的变态大叔 拥有靠鼻子就能闻出别人状态的能力 他感受到优理的极度恐惧 这让他格外的兴奋 在来这里之前 大叔是一个人生赢家 身为公司高层的他 月薪是视频前的你两倍多 但耗色的性格让他整天荒影无度 在一次完事后 被小姐发现身份以此要挟 为了失业 大叔残忍地杀死了他 结果却喜欢上了这种感觉 看到这次对手竟是一个GK妹子 大叔格外的兴奋 但是下一秒他就没拒了 因为优理被他刺激的无法忍受 将到自己在房间测试的超能力 那是获得奇遇老师正传的能力 只用一圈就把变态大叔给打飞 这就是优理的超能力鬼神 全神属性获得5倍提升 速度力量等等 优理获胜了 他虽然不知道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决定按照管理者的要求走下去 因为外面还有他的妹妹在等他 很快 这种游戏的第二计划就要开始了 比赛规则是Vivo的团体战斗 男人等到真正开始的时候 所有人才发现自己被耍了 因为这场团体战的规则 是以5个人为团体进行1对1的战斗 拿并获胜场次多为胜 而在比赛开始前 为了胜利 他们所有人都必然会给伙伴透露超能力的信息 在这个死亡游戏中 任何人都有可能会在背后捅刀子 而超能力的固定化导致会被有心人提前利用 第一场比赛 白脚这边先派最弱的大叔 他的超能力是将纽扣变成绳子 而他的对手则是性感妩媚到极致的香坠灵 一出场就大胆地直接脱掉了自己的衣服 难道没有人能看清香坠灵如何出手 眼前的大叔就被戾气刺传身体而亡 所有人都感到震惊无比 白脚直接将香坠灵打上了极度危险的标志 而第二场比赛是熊切对阵多多良 才刚开始 多多良就直接投降 因为他的超能力是复制对手能力的十分之一 熊切的超能力是无敌良妙 也就是说十分之一是0.2秒 体型上的差距让他非常清楚自己打不过 而第三场则是无奇缘出场 本来以他能切断任何物体的能力是十分克制对手的 但那和自行过头导致败贝 第四场轮到白柳上阵 他必须做一个实验 当他把手对着无奇缘时 对方以为他要攻击自己 于是白柳的手突然变成大炮 所以他转身利用这个能力轻松打败的对手 关于鬼变家的超能力 白柳一直不清楚使用的范围 介绍上写的是 你的对手认为你拥有的能力 这个对手究竟是包括队友还是 于是这次战斗让白柳明白 他的能力发动条件必须为对手 可以自由限定 也就是说对手这个人 可以与白柳互相认为对手 也就是开挂 现在比分2比2 一切都交给了最后的优力 那他的对手竟是险下害死他的老乡时 变态跟踪狂 这是一场复仇之战 跟踪狂的能力是可以将身体变成铁块 然后面对面骑的奇遇真传的优力来说 一拳只要一拳 比赛结束 获胜者是白柳之边 他们被奖励一顿极为丰盛的晚餐 而书方则需要身穿兔女郎制服 来伺候胜利方吃饭 期间向追尼总是想接近白柳 但这个女人显然很不正常 无名的外表下却隐藏着极度危险 通过这次配合 白柳在清楚自己能力的启动条件后 也是时候需要找一个靠谱的伙伴来打配合 于是闪亮的优力成为了他的最佳人选 马上第三计划的游戏就要开始了 那接下来的游戏情是 阵营战 所有人都可以各自组队 目前存在的阵营一共有三个 以暴力手段打动队员的红队 以及打击红队暴力提倡和平的绿队 还有保持中立的蓝队 在白柳进入阵营战的场地后 就被绿队的人带到了大本营 结果他万万没想到 在这充满未知的死亡游戏 竟然有人弄在这里 耕田吃布 仿佛没事人一般 生活的异常惬意 并且大多数都是老弱妇孺 首领是一个白发老头 名叫白柳 是手机充的NP 这是完成管理员要求 才能获得的东西 而NP可以换取物资和情报 根据白柳所描述的 只要一直待在第三计划 似乎可以永远生活下去 所以 红队人都对所谓的第四计划 没有兴趣 他们并不想离开这个 可以通过武力称霸的世界 白柳真诚地邀请白柳他们加入 但在这之前 白柳打算测试一下白柳 结果他能力没办法使用 这意味着白柳压根据 不信白柳所说的大炮超能力 即便通过优理这篇启动了大炮 白柳也丝毫没有害怕 因为他的能力名为调停者 可以使一切超能力无效化 从而跟对方进行沟通 白柳喜欢白柳这份沉着冷静 于是也同意加入旅队 但有一个要求 他要跟优理同房 主要原因是他想继续利用优理 来获取其他的超能力 于是在这个房间 他写下一张纸条递给了优理 我的能力是心灵感应 通过这个能力 两人交流完全不会被人窃听 白柳也将自己的真正能力 告诉给了优理 两人私下正式结盟 而隔天梅音也派发了新的任务 让所有人到一处遗迹 消灭绷带怪 白柳看出这就是在现实世界 袭击他的那个怪物 这个浑身缠满绷带的怪物力大无穷 没有人性的他们只会杀戮 虽然人数众多 但首领白柳却产现非凡的指挥能力 而他的手下也都是战斗力十足 但是没想到敌对的势力红队 竟然凭空出现 在执行任务期间是不可以互相伤害 于是红队的副首领黑烟 竟然利用能力控制奴隶被怪物攻击 必须白柳不能见死不救 而魔王黑手魅鹰 为了让游戏更有趣 竟然召唤出怪物的王出现 就让白柳不得不暴露自己的底牌 他的能力调停者 可以让一切攻击无效化 并且还能将无效化的攻击转换为伤害 对敌人造成巨额伤害 但同时自己也要承受一定的伤害 处于上帝一千 自尊八百 可即便如此 王还是没有倒下 他吃掉同伴而恢复伤势 关键时刻是白柳和优力站了出来 但是白柳的能力过于震撼 于是他不得不找一个红队首领无法看到的死角 然后通过优力想象白柳的能力是瞬间移动 从后瞬移到王的面前铁嘴奶上一炮 没有人看清白柳究竟如何躲开王的攻击 这让红队的首领大神医非常感兴趣 提出想要对决的请求 不过却被梅英阻止 梅英表示7天后将会举行红绿两队的国王游戏 只要打败阵营的国王即可 而这次失败的阵营受到的惩罚只有一个字 死 矛盾暂时放下 那些努力也被绿队解救 光从明面上的战体来看 绿队似乎不如红队 并且红队都是尸杀之人 战斗经验也远超绿队 既然如此 白柳清楚想要获胜就只能靠智取 可红队的人却远超他的想象 这些对战中 NP的作用极为重要 可以封印别人的能力还能获得情报 但最终决定游戏获胜的关键 还是打败首领 可没想到拥有提升所有属性五倍的大神医 竟弹枪匹马的杀了过来 所有人都不是对手 最终被杀的只剩下飞鸟一人 而飞鸟更是被大神医抓住成为了人质 身心暴力的他还对飞鸟各种折磨 在玩腻之后 他打算一拳解决掉飞鸟 使优力感到救下了飞鸟 鸟连同会将身体能力提升五倍的超能力 但由于提醒差距 优力跟大神医还是有所差距 但白六已经提前教导过他如何应对大神医 可秘密已经被打得吐血的大神医 却跟没事人一样 而此时大神医的五大干部也纷纷行动 超强的实力让他们都能轻松地打败自己的对手 只是几十分钟 绿队这边就死了不少人 而白六很快也遇到刚成为干部的香坠灵 这个女人极为麻烦 白六甚至连她的能力是什么都还不知道 可没想到香坠灵却并不打算动手 而是想跟白六合作 她承诺自己可以替绿队解决一个干部 但前提是 如果绿队获胜 白六必须告诉绿队 自己是她的我弟 这样一来 不管是红队获胜还是绿队 她都可以确保自己不需要死 而香坠灵挑选的干部 正是看她不顺眼的联华 这个人成日照差 两人对峙另外引发战斗 可联华万万没想到的是 香坠灵的能力竟然这般恐怖 这个性感到极致的女人 简直就是一个变态 身体被力气刺穿流出鲜血 竟让她更加兴奋 随手一甩 血也竟然能变成力气 攻击对方 原来香坠灵的超能力 竟是可以将自己身上的体验 变成各种稳型工具 是一个只要受伤 就会变得更加危险的女人 本来 她的对手练花并不拒大 奈何 她的秘密被香坠灵识破 原来外表可开的练花 竟只是一个人偶 难怪不管受多重的伤 都能继续行动 而木偶控制她的 竟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男人 香坠灵解决到她后 能够自然停止行动 在香坠灵打败红队干部之后 绿队的反击就此打响 心事熊切利用两秒无敌 打败了对手 其次 是白柳跟乌齐员 配合干掉了另一个干部 然后她不紧不慢地 来到另一个干部面前 利用假情报 让对方误以为白柳 可以掠夺超能力的想法 于是白柳顺理成章地 使用新的能力 打败了这个干部 活个干部 四个阵亡 一个叛变 可即便如此 局势能够非常糟糕 因为红队的首领 面对优里三年四号 没有落实 并且绿队这边 也有人叛变了 并且还是直接 服务了绿队首领白柳 男人当她攻击白柳后 游戏并没有停止 原来这场国王游戏 绿队设定的国王 根本不是白柳 而是白柳 谁能想到这个 在战场上到处乱串的小蛮孩 仅是绿队安排的国王 布局抓捕白柳的 红队副首领黑眼失算了 但是现在她带着一群奴隶 围剿了白柳 而红队国王大神医 也被绿队给围攻了 双方国王暴露 这将是最终决定生死的一战 黑眼虽然不是格斗高手 但是她能力也格外变态 名为接待者 每一次红队抓来的人 都会被大神医威胁恐吓 然后黑眼出面阻止 保护他们 让这些奴隶 感谢黑眼的出现 但一旦这份感激之情出现 也就是黑眼的能力 发动之时 因为这代者的能力 可以将自己借出的东西 强制索取 当感激之情出现后 黑眼便可以无条件地 让这些人偿还感情 而成为她的奴隶 她是一个智者 但也知道白柳的能力 不是大炮 不是瞬间转移 但她只是单纯认为 白柳的能力是复制 以至于白柳可以使用 黑眼大脑中所知的一切能力 这有期间 包括了绿队首领白鹿的调停者 于是通过这个能力 白柳打败了黑眼 而黑眼之所以知晓 白柳的能力不是大炮 还是因为一次白柳 通过优力幻想 变身能力 而变身成对方的卧底 而潜入了老巢 告诉黑眼 白柳的能力 可能不是大炮 黑眼知道 一切都结束了 从她对白柳的能力 起疑时就都结束了 她跟大神医的梦想事件 不能完成了 当初他们两人 是在孤儿院祥时 绿队的那个叛病成员 就是当初照顾他们的妈妈 这个妈妈利用飞鸟的女儿 让白柳手领投降 但即便到被打败时 她其实都对孩子 有一种受不上来的执着 而黑眼和大神医也是如此 因为小时候 几凉孤僻的环境 导致黑眼有了 想要建立自己世界的梦想 而大神医则是那个 支持她的人 带着他们就遭到 病态的院长不断殴打 直到一次爆发 大神医什么都感受不到 坚守杀死了院长 此时此刻的她 只想用暴力发泄 这就是为什么大神医 即便被优力打中 也没有倒下 她根本没有痛觉神经 这些气场过去 跟优力的童年极为相似 她能明白 大神医所谓感知不到痛觉 只不过是她在逃避 那段过去罢了 而黑眼在你死前 用NP交易 封印了优力的能力 严格优力就要被大神医杀死 白眼即使通过NP 获得广播传话 告知黑眼的败备 以及自己跟她身为国王的 最终对决 为了提黑眼复仇 大神医直接冲向过来的白眼 可有优力存在 白眼就是无敌的存在 她幻想白眼 拥有提升十倍能力的技能 将全身力量汇聚在拳头上 以及打败的大神医 绿队获胜了 但这个白柳一人 来到河边清洗时 就遇到一直保持中立的 蓝队首领 万年青 她竟也能使用 把手变成大炮的能力 她的出现是要白柳 服从她 跟她一起打败管理者美英 但具体情况 她没有说 因为白柳婚了过去 等她醒来 已经回到了原来的世界 第三计划到此告一段落 因为同一名音所说的 第四计划的 所有人都回到了现实世界 而那些不愿意进行的人 则继续待在 第三计划的阵营战地 等待日后通过 第一二计划的人的到来 完结 洒滑 这次动漫见面五秒 开始战斗 第一季的大致内容 男主白柳戟 其实本身是一个 对现实世界 感到异常厌倦的人 对于卷怒这场游戏 她并没有感到恐惧 相反 拥有超能力的她 将可以彻底摆脱 原本现实中的 无能自己 她的目标只有一个 将魅影 以及背后的人 统统带入地狱 另外 我有情提示一下 千万不要带着 因为制作层面 确实不能让 很多人感到精细 但整体观看下来 还是会让不少人 期待后续的内容